威士忌迷人之处 就在于各种酒款之间 千变万化且耐人寻味的酒体风味 而其中珍惜性高 且个性鲜明的原酒 更是让威士忌老涛须之若悟 其实原酒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说 它可能原来是一个橡木桶 那我们可能称为它是一个单桶 那这个单桶的酒我们把它不稀释 然后就直接装瓶 我们就可能称为它是一个单桶的原酒 其实单桶原酒魅力在说 每一桶都可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跟个性 哪怕是同一个酒厂 它在酒窖不同的角落 它可能风味表现都有一些不同 我们会说它可能就是喝一瓶少一瓶的概念 因为就一个橡木桶的酒就装完了 所以如果是知名品牌的话 这就非常的稀有 因为有一些知名品牌的单桶原酒 一桶可能价值台币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那这样的酒就非常值得均于珍藏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们台湾就已经有很好的威士忌 我们不需要舍近求远 像我们在宜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酒厂叫格马兰 过去几年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拿到好几百面金牌了 那它们有一个系列叫Soliste 那个系列的话全部都是单桶原酒 而且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桶型 比如说你雪地桶台座 它有Armoteado 有Mazzanina 所以如果是喜欢雪地桶原酒的人 其实台湾就有很好的选择 而且价格通常都不贵 大概都几千块内就可以入手 其实现在威士机械很流行 所谓的圆桶强度 那指的其实就是装瓶前不会加水去稀释它 所以一般来说它的酒精度可能会比较高 它可能会是一个批次的 它可能我一下用了100个橡木桶 那我把这些橡木桶不加水稀释 把它调和在一起之后一起装瓶 那这种所谓的批次型的圆酒的话 它的这种价值可能就没有像单桶圆酒这么高 不管它是不是单桶圆酒 第一个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品牌 品牌反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是它的稀缺性 它在市场上流通的多不多 如果这个品牌它是很受到市场喜欢 然后流通数量又少 那反而是比较值得大家去增长的 富甘洞新闻台北报导